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志勋几天前就身体不适 随后病情急速恶化 最后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32岁 李志勋因出演韩国综艺 脸赞实弹而被大众熟知 后因直播活动而深受观众喜爱 3月13号 李志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动态 表示自己因身体不适 想要暂停直播活动 当时李志勋就称他已经连拿鼠标的力气都没有了 情况似乎十分严重 但李志勋还是积极地鼓励自己和粉丝要撑下去 看上去十分乐观 而李志勋在3月4号晒出了一张自拍照中 他眼睛炯炯有神 套着绿色的发色 显得很年轻 气色也非常好 丝毫看不出是生病的人 而更让人遗憾的是3月19号 除了李志勋之外 韩国知名演员文志勋也是因急性败血中去世 文志勋是韩国知名男演员 曾出演了奶酪三井 豪杰春香等多部大热电视剧 精湛的演技受到了不少好评 文志勋的出编日期暂定为3月20号 秦灵堂设在人际大学上西白医院殡仪馆 据韩国媒体描述 其家人为顾忌疫情影响十分担忧 调研课的安全 特地地对外宣称 希望各亲朋好友不必亲自前来送花圈 据悉 文志勋呢 于上月才刚刚过完生日 今期也在积极地投身演绎活动 文志勋原计划接下来会准备新的影视作品 如今突如其来的噩耗实在让人猝不及防 文志勋和李志勋都重视大好的年纪 却突发疾病离开人世 也是让人无比遗憾 接下来是30岁韩国男星一次确诊相关肺炎 癌症刚刚治愈 复制之路太坎坷 近日 据外媒报 韩国男星金宇斌在某发布会上被工作人员检查发现异常 随后被确诊相关肺炎 随后有粉丝问了AM官方印刺 所属社回应称 金宇斌没有感染病毒 报道是误报 金宇斌正义健康的面貌生活 说起韩国演员金宇斌 不少观众应该对他扮演的火热韩剧《继承者们》 当中嚣张霸道 却专情地寸一道记忆犹新 金宇斌本名金贤舟 198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是韩国知名的演员模特 2008年金宇斌开始在首尔时装周登台酒秀 由此步入韩国演艺圈 2012年金宇斌在电视剧《徐校2013》中饰演转学生 朴欣秀而酒红 一年后应在电视剧《继承者们》中 精彩的表演继承韩国一线难心之力 出道短短几年 金宇斌从一个凉凉无闻的酒秀模特 转型为了韩国顶流演员 凭借在演艺圈不错的收获 本名拥有顺风顺水的星途 然而在2017年5月份 29岁的金宇斌被爆确诊鼻咽癌 此后便对外宣布全面停止演艺事业 积极地投身抗癌治疗 知悉金宇斌患癌症之后 还收到了服兵役通知 众所周知 韩国的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要去服兵役 金宇斌因患癌症而无法入伍 着实让人心疼 金宇斌经过了两年积极的抗癌治疗 身体逐渐地恢复 粉丝还在期待着他的重新付出 而在这个关键时候 金宇斌却再一次地被爆出 疑似确诊新冠肺炎 听到如此噩耗 网友直呼太惨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最后是外形部输金宇斌 两人参演同一部剧出道 但是之后发展的却大相径庭 有人说娱乐圈是一个特别残酷的地方 优胜劣汰 好像对于娱乐圈人士并不适用 只要有资本捧 背景强大 就算业务水平很差 依然可以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就拿演员这个行业来说 有很多演技差的艺人 仍然被大批的粉丝追捧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 演员红不红是一门玄学 与运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观众员也是看 演员能不能火的一个关键 就以我们内地的明星艺人来说 像乔振宇 舒畅 傅大龙等演员 都有很强的演技实力 外貌长相也是长得可以 特别是乔振宇 他可是曾经被誉为 古装第一美男子 人长得帅气 虽然年纪已经不小 但是颜值依然掉大 一大批小鲜肉 可惜的是 他们就是不红 就算曾经火过一阵子 但很快就会被观众遗忘 演艺事业发展的并不好 一般来对于这种演员来说 他们也有过不少主演的机会 但是他们主演的作品 基本都是反响平平 并不是他们演技不好 反而一些演技很差的 艺人主演的作品爆红 所以说观众员是真的很重要 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位男星 我们之前还看过他不少的影视作品 这位韩国男星就是盛俊 与一些韩流男星或者一线男星相比 他的外形条件可以说可以排在前列了 曾经做过模特的他 长的就是一副美男子的模样 一米八七的身高 深邃的眼神 立体的五官 俨然就是一位富贵公子 再加上他本身拥有的低沉 有磁性的嗓音 让人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盛俊在21岁时进入演艺圈 之后凭借模特出身 这些天然的优势 在竞争激烈的韩国演艺圈 打败众多同辈 获得了不少的演出邀请 因为身高外貌方面的优越性 他接到的大部分角色 都是誓言附加公子或者成功人士 《需要浪漫3》和《恋爱的发现》 可以说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在这两部作品中 他都是饰演一位暖男 剧集播出时 他的人气与知名度 也有很大的提升 虽然之后 他也有出演不少影视作品 但就是红不起来 让人非常可惜 盛俊1990年7月10号 出生于韩国首尔的 一个富裕家庭 从小父母就非常的注重 对他的培养 在中学时期 还把他送到了新西兰 英国留学 因为在读中学时期 就已经长得高大帅气 所以有不少模特公司看中他 孙芬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 与父母商量过后 在17岁时 正式的进入模特行业 当时一边读书 一边还要兼顾模特工作 没过多久呢 就有一些影视制作商 邀请他往演艺圈发展 但是当时要兼顾高中学业 所以他拒绝了不少邀请 直到高中毕业之后 经过慎重的考虑 才决定进入演艺圈 2011年 他通过悬疑剧 白色圣诞节 正式在演艺圈出道 还在里面呢 饰演一个沉稳的天才少年 当时他的演技啊 虽然还很青涩 但是却让他开启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韩流男星金宇斌 同样是凭借这部剧出道的 这部剧诞生了许多在日后 颇受追捧的人气演员 可以说他的演艺圈出道 起点并不低 可惜的是同人不同命 虽然啊 他的演技并不差 但是之后 与他同部剧出道的金宇斌 成为了红遍亚洲的韩流男神 而他依然在韩国演艺圈 不温不火 至今呢 也没有一部足够有分量的代表作 出道的第二年 盛俊开始在一些影视剧中担任男主角 闭嘴花美男乐队 我们可以结婚吗 需要浪漫三 都是他出道早几年主演的韩剧 特别是需要浪漫三 这部剧啊 让他收获了很多的关注 他饰演的男主角 朱管在当时是备受女性观众的喜爱 令他的暖男形象深入人心 他将一个穷小暗恋 林佳姐姐长大回国后照顾 人的小竹马形象啊 刻画的是异常生动 激发了电视机前 各个年龄段女性观众的少女心 当时人们发现 才刚出道三年 这个大男孩的演技已经趋向成熟 能够把自己的男性魅力 发挥的游刃有余 让观众纷纷被他所折服 可惜的是 上面提到的他担任主演的几部剧 都是在有线台播出的 当时的有线台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事 所以即使角色大受欢迎 但是因为受众很小 所以他的人气与知名度提升的并不多 于是他在之后重新回到的三大台 在爱情喜剧《恋爱的发现》中出演男二号 在这中他饰演的完美男友 让女主角在他与前男友中 陷入了选择谁的困境 他饰演的令人心疼的男二 甚至比男主还要完美很多 但最后却败给睡方 让电视机前的不少粉丝都为他惋惜 因为这部剧在韩国网络上引起了很多话题 虽然基本讨论的都是男女主角 但是因为在剧中的出色发挥 他也得到了不少的肯定 因为2014年连续奉献了《需要浪漫3》 和《恋爱的发现》这两部口碑剧 所以当年啊 他的人气与知名度提升不少 之后呢 还需一部收拾与热度双丰收的影视作品 就可以直接晋升为一线 所以啊 当时对他来说呢 在最有可能爆红的剧集中出演的二号 是他的选择之一 那时他选择了《海德·哲基尔与我》 这部剧啊 因为这部剧呢 是玄编退伍后接拍的首部韩剧 所以亚洲各地都特别的期待 但是该剧在播出后却惨遭了差评 收拾跌到谷底 可以说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自然对演员们没有什么加成 而之后他首部三大台男主剧《上流社会》播出 同样反响不大 还在剧中挑战出演从未饰演过的《心机男》 为了进入上流社会而接近女主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角色 而且这部剧的编剧《何明熙》 在韩国也是很有名气 所以他本人呢 对这部剧啊 充满期待 可惜的是 这一部剧 火的是男二 朴永直 话题度啊 都被男二抢走了 他又失去了一次大红的机会 从来以后 他的演艺事业呢 就一直停滞不前 出演的影视作品都是毫无水花 随着近些年 一批森手带男演员的崛起 他的存在感越来越弱 街道的影视资源也越来越少 于是呢 在2018年年底 他一声不响的就入伍了 在社交网站公布消息时 粉丝也是一脸懵逼 让人不得不感叹 曾经很多人都以为会爆红的一位男星 直到入伍的年纪还是二三选 看来红不红也要看命呀